好 各位新东方在线的同学大家好 那么欢迎再次来到我们新东方在线 关于日本系列旅游城市的讲解课程当中 我们今天要讲解日本一个非常重要的旅游城市 大阪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讲课的内容有两方面 仍然是大阪的历史与现状 以及大阪著名的一些景点 以及它的一些旅游的攻略 好 那么说到大阪的话呢 仍然我们这幅图片又出现了 对吧 日本观光旅游图 它会一直伴随我们介绍整个的日本旅游的各个城市 那么大阪在哪呢 大阪在这个地方 在日本的关西地区 我们关西地区这几个城市 奈良 京都 对吧 都会慢慢的讲到 名古屋我们都会讲到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奈良是围绕着 主要的这个讲解 是围绕着日本的关西地区来进行讲解 好 那么关西地区最重要的城市 除了京都 我们说大阪首屈一指 首先大阪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现状 它地处关西地带 那么关西是哪呢 通常指本州以京都大阪神户为中心的禁忌地方 叫做日本的关西地带 那么大阪市面积是223平方公里 总人口约有267万人 是日本仅次于东京和神恒滨的第三多的人口第三多的城市 人口第三多 但是它的整个的城市的这个档次应该是仅次于东京去日本第二位 那么它是赖湖内海市的气候 与我国南部沿海地区的气候比较的相似 全年降水充沛 夏季烧绝闷热 冬季温暖少雪 那么这里面呢 说的比较的温和 说夏季烧绝闷热 但是不然 对吧 我今年夏天刚刚去过大阪 非常闷热 所以在这里面呢 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是选择去大阪旅游 最好是避开夏天 当然了 有可能赶上今年的夏天 可能凉快一点 但是经常 它的这个南方 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南方地区 所以大阪的气候跟我们中国的这个上海啦 那一带的这个比较相似 上海啦 武汉啦 那一带比较相似 所以呢 最好是避开夏天去这个大阪 那么选择冬天啦 或者是春天 或者是秋天 十月份都是不错的选择 那么它是四分之一的市区面积 来自于天海 非常厉害 对吧 四分之一的市区的面积 是填海造田造成的 然后呢 日本服务业水准最高的城市 一会儿我们也会讲 它为什么是日本服务业水准最高的城市 因为大阪这个地方 对吧 自古以来 它的贸易和商业就非常的繁荣 所以它的服务业的水平是要超越东京的 是日本首区一指的服务业最发达的城市 很厉害 对吧 我们都知道日本的服务业就很厉害 啊 这个 这种礼貌啊 这种服务的态度啊 对吧 但是大阪是在整个日本服务业当中 还是最厉害的城市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大阪去体会一下啊 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大阪的历史啊 大阪呢 在古代的时候 它原来不叫大阪啊 它原来叫这个阪啊 它原来的叫这个阪啊 那么 有很多的学者说这个大阪啊 阪是什么 阪原来是说坡度啊 坡道叫阪 所以原来说有很多学者说 大阪实际上原来这块是个坡道 大坡啊 其实呢 不然啊 其实呢 在啊 更多的学者认为呢 原来日本的这个古代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小阪的地儿 于是呢 跟它对应大阪 是吧 就这么产生的 产生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奈良时代啊 也就是我们也讲过了奈良这个城市啊 不知道大家还看没看这个城市 你可以去先看一下奈良啊 你可以按照它的城市的历史的顺序来观看 对吧 最有历史的是奈良 对吧 好 那么在奈良时代 也就是710年开始 大阪就因其临海的地位啊 成为了重要的贸易的港口啊 所以 它的发达发源很早啊 很早就已经很发达成为贸易港口了 那么 更早的时候呢 啊 一会儿我们还会梳理它的历史 对吧 好 更早的时候 我们说可能会由于我们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一些外来的人啊 移民者来铸就了大阪最原始的啊 那一批开拓和发展啊 以后我们会提到啊 那么 封城秀吉呢 后来在这个地方修建了大阪城啊 并以大阪作为封城政权的中心来进行统治 在江湖时代 大阪和京都还有江湖并称为三都啊 所以你看在江湖时代啊 江湖就是我们之前啊 说过的叫东京对吧 东京原来叫江湖 所以他和东京和京都啊 那大阪他们仨并驾齐驱啊 叫做日本三都 是当时日本经济最活动啊 这个经济活动最为旺盛的商业都市 在战后仍是西日本的大都市啊 在现在依然是日本经济最活力的城市之一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刚才说过了 它的这个历史啊 最早可以追溯到叫做神文时代 中期就开始有人居住 在古坟时代 大阪地区 因河内湖的湖水淡化 变得适合工作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 我们之前讲过说日本啊 最原始的这个人啊 日本人是由谁构成的 日本人的由来是怎么由来的 有听说徐福度海 对吧 好 徐福度海那只是我们仅此给他归为一类 就是我们中国的爱 渡民 对吧 我们中国的这个这个啊 这个渡过去的这个这个殖民啊 之一 那么当时我们说过 日本包括五路移民 以及日本本土 还有一个人种叫做阿易努人啊 五路移民啊 包括北路的 库越岛一带啊 俄罗斯那块下来了 然后呢 这个这个东路 包括中国朝鲜半岛过去的 然后南路包括南洋啊 马来西亚什么的 对吧 好 所以他一共有五路移民 构成了日本的这个 预开始的这个日本人啊 包括日本本土的阿易努人 所以呢 当时我们就啊认为 这个大阪这个地儿啊 它的发源是功不可没 归于很多的外来移民者的开拓 带来了先进的农工技术啊 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手段 那么这个当中我们啊 有理由相信 是吧 中国的过去的这个人 可能啊 恐怕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啊 中国当时的这个农耕技术啊 文化发展呢 是处在世界最领先的地方 所以呢 由于外来人口的加入 对这个地方产生了 飞跃性的 跳跃性的推动啊 所以在这个古盆时代啊 这个地儿 因为它变得适合耕作了 人们都去耕作了 对吧 加上其临海的地理环境 使大阪成员成为重要的贸易港口啊 临海 所以呢 它的贸易就很发达 在593年的时候 圣德太子在大阪修建了四天王寺啊 这是日本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 所以这个人物又出现了 我们在介绍奈良的时候 介绍京都的时候 都出现了这个人 在日本历史上非常有功绩的一个啊 人物叫做圣德太子 他最主要的功绩就是 学习中国的文化和中国进行对外的交往 往中国来派很多的使者啊 并且推动佛教在日本的这个这个发展 所以呢 他在大阪修建了啊 这个叫做四天王寺 一会儿我们也会介绍到啊 大阪旅游的一个不可错过的一个经典啊 那么在七十几中期在大化改革新之后啊 大化改革改革之后啊 当时的政府啊 在大阪然后修建了啊 叫做南波宫啊 南波宫 定大阪为南波京 所以在日本历史当中 大阪曾经也短暂做过日本的首都啊 定都为南波京 大阪曾一度是日本的首都 虽然天皇实际在南波京居住的时间不长 然而南波宫一直得到了保留啊 直到七百九十四年的时候 欢武天皇 迁都平安静啊 好 这个我们在讲 奈良和京都的时候讲过 那么南波京亦完全失去政治中心地位 但是在大阪仍然有四天王寺和这个这个很多的寺庙啊 以及港口啊 是当时近基地区啊 不是近基地区啊 近基地区非常重要的都市 好 那么在1583年的时候 这个人物出现了啊 封臣秀吉是日本战国时代的名将啊 那么他在旧石山本院寺的土地上修建了著名的大阪城 并以此作为封臣秀吉啊 封臣政权的中心来进行全国的统治 在江户时代啊 从一片焦土中恢复的经济都市大阪啊 成为知名全日本的天下厨房 好 那么为什么从一片焦土当中复兴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讲过啊 这个德川家康最后啊 彻底统一日本的最后一步是什么 是发动大阪战争 然后呢 彻底的打败了封臣家族 对吧 然后统一了全日本 所以呢 大阪城在战火当中受到了损毁啊 然后后来呢江户时代以后哎这个地方再一次复兴了 然后成为了这叫做天下厨房啊 一说到天下厨房大家高兴哎这是不是跟吃的有关 没错一会就会介绍到的确跟吃的有关啊 所以这个地方全国的物资非常的丰富啊 然后成为了一个美食圣地 然后啊 呃 大阪是当时全国的这个物资的流通据点啊 然后成为了开展国际贸易 日本最大的经济都市啊 以及成为了很多的稻米的啊 一些行情的一些个指向标啊 1868年的时候啊 大阪正式开港并在川口地区设立啊 旧川口居留地 供外国人居住 所以1868年这是一个非常大家值得纪念的日子 为什么明治为新明治天皇上台 对吧 然后呢 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对外开放 原来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是什么 闭关锁国啊 后来他对外开放 1868年开港了啊 然后大量的外国的西方的西洋的最新的文化 都是通过大阪来进入到日本 所以现在为什么大阪依然保持日本最繁华的前沿啊 很多的他的根上就是西方文化进入日本最前沿的地方啊 好 那么这个人物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 最对大阪的历史啊 起到非常关键性的推动的作用 叫做风尘秀吉 日本战国时代的名将啊 长得这个样子 对吧 好 那么啊 这个人啊 我们之前啊 我们要讲历史的时候 你会知道 非常的功于心计啊 在支天信长死了以后 他被推举为 接替支天信长啊 当代任了将军 然后啊 继承了这个啊 这个这个支天信长的位置啊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大阪的很多特色的文化啊 那么第一个文化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的 吃啊 一个字吃啊 吃文化 当然我们说的好听一点 叫做天下食堂啊 那么天下食堂 在日语当中叫做 天下の大道口 啊 好 刚才说了 为什么会成为天下食堂呢 因为这个地方经济发达 所以它的物资就富足 所以食材了啊 包括人也有钱 也能吃得起啊 所以就滋生了 这种繁华的餐饮业 所以什么地儿 餐饮业才会繁华 有钱的地儿啊 有钱的地儿啊 你要是穷相屁啊 哪有人有钱出去吃馆子去啊 那有了钱才怎么样 自己不做饭 下饭店啊 咱换馆子吃去 对吧 所以有钱的地儿 它的餐饮业 才必然繁华啊 所以呢 大阪这个地儿 有钱啊 绝对收尺啊 浑身上下都是名牌啊 咱吃饭店 餐饮业很繁华啊 天下食堂 那在大阪呢 啊 在日本人当中啊 日语当中有一句形容大阪啊 是这样一句话 叫做 吃倒大阪人 什么叫吃倒大阪人 好 它在日语当中解释是说 是这句话啊 好 大家都会日语吗 没会日语的话 可以走进我们的日语课堂 对吧 大阪人 大阪人 尼可破产 也要在吃的方面 奢侈 贼贼就是奢侈的意思 说白了就是啊 把自己家吃穷了 也得吃啊 都破产了 但是在吃的这个地方 不能省啊 这个是 大阪人 大阪人 他并没有这么夸张 不是说真的是 和我把家者拿出来吃饭了 啊 那你就太有品位了 对吧 不是真的是这意思啊 他形容的就是大阪人 爱吃 好吃 而且大阪的饮食文化 美食 比较的丰富啊 他形容的是这样的一个层面的意思啊 好 那么 他的特色的食物就很多了啊 下不下不就是那种涮火锅啊 涮锅 我们叫涮羊肉了 涮锅啊 啊 我们的对我们著名的一个连锁的那个小快餐那火锅叫虾补虾补 大家知道吧 日语过来的日语叫什么 下不下不啊 下不下不 这么来的 懂了吧 涮锅了 怀食料理 喝非常美味的经典的料理 对吧 怀食料理 乌冬好き 乌冬什么乌冬面 对吧 然后 大白寿司 以及 takoyaki 章鱼烧啊 还有什么 okonomiyaki 大白 烧啊 或者叫做炸样煎什么蔬菜什么的啊 还有什么什么串 还有什么啊 ikayaki 就是这个烤鱼鱼什么的啊 所以有很多特色的食物 不仅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正餐高档的 说怀食料理 非常的高档 还有很多的街边小吃都极具特色 还有什么螃蟹什么的啊 都非常的好吃啊 好 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大家最关注的 首先我们首屈一指 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怀食料理啊 什么叫怀食料理啊 在日本茶道当中 原来指的是主人请客人吃的一种饭啊 叫做怀食料理 但是现在已经不局限于茶道啊 成为日本的高档的一个菜系的代名词 怀食料理就是高档菜系的一种代名词 所谓的怀食 就是原来说这个佛教僧人坐禅的时候啊 怀抱在腹中的一个热的石头 用此来抵抗饥饿的感觉啊 然后呢 后来九十九只呢 把它拿过来怀食料理啊 然后呢 其形式为一枝三菜啊 也有一只二菜 那么现在啊 就不局限于一只二三 这个二菜 一只二菜一只三菜以后 还有很多的这些个小配菜 小腐菜 所以我给你上一堆 点点罐罐的啊 整个的这个啊 观赏价值就非常高啊 一会儿我们会展示一下 怀食料理极端的讲求精致啊 无论是餐具 还是食物的摆放都要求很高啊 但是食物的分量却很少 就每一个都那么一点 每个都那么一点 哎 这才是精致嘛 对吧 什么时候你看这个怀食料理 和美人捧一大肘子啃 那没文化 是吧 那没钱人才能吃呢 那有档次的人都是一点点 一点点一点点的 所以呢 这也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特征 所以经常就是欧美文化 包括中国人瞧不起日本人 为什么 因为你说日本人 你说你那么有钱 国家那么富足 对吧 你挣那么多钱 但是日本人在饮食方面 永远是口口嗖嗖的 哎呀 吃那么一点 哎呀 吃的那个菜 那个小鱼 当时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我都快疯了 因为我在中国 我们这个 特别是我们东北人 对吧 我是东北人 吃的菜量很大 但是到日本以后 给你上那个菜 那鱼这么大一块 那一块大概是我在中国一口的量 但是在日本呢 成为了一顿饭的一道菜 哎呀 给我急的 对吧 急的直上火 所以呢 日本人甭管都有钱 你看他吃的时候 很节省 口口嗖嗖 吃那么一点 吃那么一点点 然后哎呀 好好吃啊 沉醉于其中的样子 你好好吃 你再买一份不完了吗 不 他必须要弄得 口口嗖嗖的 非常矜持的 哎呀 好好吃啊 感受 对吧 这就是日本人的一种特点 不奢侈 当然这个也值得我们学习 对吧 它很节省 然后呢 很多的这个食物啊 餐具啊 这种样式啊 被誉为是一种艺术品 绝对是一种艺术的陶梯盛宴 高档的怀食料理也耗费不费 那非常贵 对吧 有的那种专门的怀食料理 人均消费就是三万日元 啊 就是很正常的 所以大家可以到日本 特别是大阪啊 京都这个地方 日本富有传统的一些个城市 然后呢 你可以啊 一狠心咬咬牙 吃一顿啊 你也不天天吃 吃一顿 给你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 吃一顿怀食料理啊 主要盛装的食物的器具啊 有陶瓷 瓷 这个陶器 瓷器 还有漆器等等啊 好 那么 怀食料理 在日本最知名的店 有三个啊 京都的叫做三条的啊 这个千流大阪的 高丽桥的吉兆 以及滋贺县 有一个店 所以你看 在日本最著名的 有三个怀食料理的店 其中就有一个是 就有一个是大阪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 它的饮食文化 绝对两个字发达 对吧 好 这就是怀食料理 对吧 给你上一堆啊 这个哪 哪个这啊 有鱼啊 有汤啊 有豆腐了 是吧 有小咸菜 还有茶 这绝对是一种 首先在视觉上啊 就非常的 打动人 对吧 好 那么 以及啊 除了高档菜系以后啊 我们还可以去很多的这种街边的小店 去吃它很多的传统的小吃啊 Takuyaki就是章鱼烧啊 有特别说我们学校门口也有章鱼烧 但是呢 你可以尝一下日本的章鱼烧 应该说此章鱼烧非比章鱼烧啊 它的工艺 它的那种味道啊 绝对是不一样的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大阪的饮食啊 这个大阪的特色文化之二啊 那么就不是吃了 那么它很多的有一些独特的艺术形式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介绍一下 叫做人形静琉璃 什么叫人形静琉璃呢 说白了就是日本的一种独有的木偶戏啊 木偶戏 然后呢 有三个人分工进行操作啊 就前面有木偶 然后后面人啊 把头照上 然后配音啊 你在干什么呢 就知道了 对吧 好 人形静琉璃呢 又叫文乐 是日本四种古典舞台艺术形式 歌舞技 能戏 狂言 木偶戏啊 的一种 对吧 你看前几种 大家可能很熟悉 歌舞技 抹大白脸 啊唱 对吧 然后能戏啊 也是戴个面具 哼哼哼哑哑的 对吧 狂言啊 所以木偶戏 是它四大传统艺术形式之一 对吧 然后呢 日本专业的啊 这个木偶戏又叫傀儡戏啊 这个傀儡这个词是吧 就是前面是一个木偶 后面有人操纵它啊 所以又叫傀儡戏啊 然后呢 又叫做人形静琉璃 人形就是指木偶或者是傀儡 琉璃呢 是一种伴以三味弦演奏的戏剧说唱啊 三味弦 日本也是一个古典的一个乐器啊 噔噔噔噔弹起来啊 一弹噔噔噔啊 Sakura Sakura 非常具有日式的那个风格 所以你到日本的那些个啊 审舍里面去啊 包括日本剧院里面去演出啊 三味弦起一响起啊 三味弦声一响起 日本韵味油然而生 呵 是那味儿 对吧 啊 这就是琉璃啊 好 那么这就是啊 一个舞台表演的感觉 对吧 是不是很恐怖 挺恐怖的 对吧 啊 当然了 你不能给他认为恐怖 对吧 前面就是两个木偶 后面呢 你看 黑的照的 这是人啊 人用黑布照上啊 不能露出来 然后呢 傀儡戏嘛 操纵他们啊 好 那么啊 大阪的特色文化啊 最具特色的文化 是什么呢 叫做 欧巴拉伊奔卡 这种说笑 说啊 演说 斗嗝啊 是吧 斗乐之类的文化 我们叫做欧巴拉伊奔卡 啊 像声了啊 什么单口像声了 双口像声了 就是这种感觉的 对吧 所以这跟我们中国的哪个城市很像 没错 天津 对吧 区域之都天津啊 这个地方 哎 自生了这样一种 欧巴拉伊奔卡啊 笑的 跟笑有关的文化 那么什么样的城市会自生出这样一些说笑说唱曲艺类的文化 没错 繁荣 商业的繁荣 是他这种文化自生的热土 为什么呢 因为商业繁荣的大阪 自古以来就培养了人们之间这种圆滑且善于交际的能力 因此为这个欧巴拉伊奔卡提供了自生的土壤 彼此之间做生意 做生意人什么 圆滑 会办事 会交际 久而久之 这种插科打婚了 这种你来我去的 这种是吧 装傻充愣吐槽啊 盛行了 成为一种文化 天津是吧 曾经很繁荒 虽然现在照比什么北京上海要落寞一些 对吧 但是曾经那绝对是北方之都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 对吧 北方经济中心 天津 所以呢 跟我们说 大阪你看它也是港口城市 所以这样一个中外啊 混迹在一起的 而且商业很繁华的城市啊 都自生这样一种文化 好 那么比如说它有哪些呢 曼财啊 曼财盲哉 那么是啊 曼财是说白了就是日本的相声啊 这两个人物大家可能也知道 对吧 这是啊 日本著名的组合的偶像级别的组合 叫阿拉西啊 里面的人物啊 说相声了 是吧 好 这是曼财 在日本大阪很著名 还有洛宇 洛宇是什么呢 说白了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单口相声啊 在日本啊 大阪也很盛行啊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大阪特有的文化 好 那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啊 这个大阪的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 都有哪些呢 好首先首屈一指的就是这个大阪城公园 对吧 好 那么啊 就是最著名的这个地方叫做天守阁 大家可以看一下 而且你看下面 它依然现在还有一些啊 工程啊 还还没有最后的完工 所以呢 大家看到的这个呢 已经是翻新的了 啊 那么真正古老的话呢 是已经在啊 德成家康和凤城秀吉 他们之间的战争当中已经被损毁了 那么 核心的这个天守阁呢 是日本的三大名城之一 是封城秀吉在1583年建造 当时呢 这个城墙高20多米 而且都是由石器的啊 这些个巨石建成 非常的雄伟啊 也是非常的工艺 非常的精湛 然后后来呢 在于德山加康的战争中 损毁 现在的公园呢 是啊 在193几年的时候重建啊 好 那么第二啊 大家 对吧 你懂得啊 看到了这个大螃蟹 大家啊 眼前一亮 没错啊 盗顿诀啊 是大家 我们刚才都说了天下厨房 对吧 那么天下厨房 你去哪吃呢 没错 去盗顿诀啊 这条街就叫做盗顿诀 那么你看到了大螃蟹 这是它最核心的一个 最著名的一个啊 标志性的建筑物啊 然后呢 这个大螃蟹是干什么的呢 这里面就是可以吃螃蟹的啊 它卖一些什么炸螃蟹什么的 然后在门口呢 往往还卖一些 可以带走的快餐 两三个螃蟹爪啊 然后呢 大概是二三百日元 你可以去买着吃吃啊 味道还是很美味的啊 然后呢 这个就是盗顿诀里面这条街 那么两边呢 都是各种各样的 可以吃饭的那些个小店 你们可以去挨家去吃 对吧 当时我们到那儿 是下午四点多钟 我刚吃完午饭 哎呀 吃不进去 给我后悔的 是吧 无比的悔恨 我们也有一些同学啊 大胃王 对吧 硬吃啊 吃遍了整个一条街 所以到处都有可以吃的 各种各样的小店啊 而且呢 都不太贵啊 好 那么这就是 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各种各样的店铺啊 好 那么还可以去哪呢 四天王寺啊 是日本最古老的建筑群落 相传为圣太太子建造的 是日本罕见的 飞鸟时代的啊 这个建筑 好 那么四天王寺 就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吧 好 那么还可以去哪呢 大阪海洋馆 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海洋馆之一 然后呢 里面因为拥有巨大的鲨鱼而文明 有620种3万余海洋生物啊 里面的巨大的巨型鲨鱼啊 这种感觉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大阪的海洋馆 还可以去啊 天宝山摩天轮啊 情人约会的好去处 有全透明的包厢 你可以挑战一下你的胆量啊 所以一般情人了搞对象了啊 愿意去坐摩天轮是吧 坐一坐啊 然后呢 里面有全透明的包厢 不是说全都是全透明的 有部分的包厢是全透明 如果我胆大啊 我可以选择一下啊 到了最高点 然后你往下一看是吧 全透明的啊 然后你的情侣扑向了你的怀里 搞对象的好据处 对吧 好 这就是天宝山摩天轮啊 还可以去哪呢 当时我们还去了一个特别边缘的一个地儿啊 你们也可以去叫做大宝啊 大阪环保局 那么大阪环保局呢 里面会给你展示 日本最先进的啊 这些个循环利用 废旧利用和环保的措施 啊 我们都知道日本的环保非常的严格 比如说你扔垃圾 你不能随便的扔啊 你需要垃圾进行分类 对吧 所以呢 飞来了以后啊 怎么进行处理呢 你可以到这个地方去参观 它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啊 这个废物再利用 然后处理的一些个手段和措施啊 这个地方是可以增强你的环保的意识啊 好 那么必须要去的是吧 大阪环境有人称啊 是在日本与东京的迪士尼并驾齐驱的一个娱乐圣地 而且呢 即便啊 既保留了好流 既啊 即使的既啊 不是这个既啊 既保留了好莱坞的一些大版啊 这个大片的惊险的项目 同时呢还融入了日本特色的动漫专区啊 有什么哈利波特专区 还有什么纽约区 还有好莱坞区 还有什么猪乐际公园等等啊 非常好玩的一个娱乐的一个地方啊 那么这就是标志性的啊 这个欢庆永城啊 然后里面是吧 猪乐际专区啊 有这些个恐龙什么的 你可以去跟他们合营啊 然后还有是吧 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好莱坞里面的动漫的人物 哎非常的好 是吧 好 那么购物的地点啊 选择购物去哪呢 新斋桥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新斋桥啊 日本大阪著名的购物的地方 那么走街里面去以后 两边的各种各样的店铺啊 都有各种各样的保税店什么的 然后你可以去里面选购啊 你想要的东西 好 你看做广告的这个是日本 刚才我们出现过一次著名的啊 这个偶像级人物英景祥 然后呢 右边这个ABC 我们在讲东京旅游攻略的时候提到过 这个ABC是全日本最大的一个卖鞋的连锁的店 那么里面呢 有很多的大牌啊 阿迪达斯什么耐克啦 都有对吧 然后还有很多的日本的很好的牌子 而且呢 都还不太贵啊 全国都连锁 这个叫做ABC Mart啊 大家可以去啊 还有各种免税店 对吧 下面有卖免税店啊 卖化妆品了 卖什么各种各样的都有啊 好 那么还可以去哪呢 还可以去一个叫美国村的地方 那么它是有一群喜欢西方文化的年轻人创造出来的 那么啊 西方的流行的电话 店铺文化为主啊 里面有很多的小店 对吧 各种各样的啊 具有西方色彩的一些小店铺 你们可以去逛一逛啊 这就是美国村啊 好 那么还可以去哪儿呢 日本桥啊 被誉为日本的啊 被誉为大阪的秋月园 那么一般东京有的连锁的这些店铺在这个啊 大阪都可以找到 所以呢啊 如果有同学说我去这个东京没有时间灌秋月园了 哎 到大阪还有机会啊 就到这个日本桥这个地方啊 去寻找这些全国连锁的店铺 而且里面还有很多二手店更具有特色啊 这就是我在大阪桥附近拍摄的一张照片啊 那么这张照片后面是吧 这个地方就叫大阪桥 而且呢 我这张照片当时还由于我的啊 这个犀利而前沿的发型啊 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是吧 你们可以啊 回去留作纪念啊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你还可以去哪儿呢 梅田购物啊 梅田地区 那么梅田地区呢 聚集着很多的高档的 百货啊 潮市啊 你如果是有钱人 是吧 你说你在新栽桥已经无法满足你了 你可以去梅田地区啊 去购很多的大牌啊 好 那么 我们在这里面呢 最后给大家规划了几个大阪的旅游方略啊 旅游的规划 如果是一日游的话 你可以有以下四个选择啊 第一个选择 第一天啊 就是一天 对吧 第一个选择是去 环旭颖城 天保摩天轮 梅田购物 以及道正觉 好 第二个选择是 大阪城公园 水族馆 梅田啊 第三个选择 如果你对历史文化很感兴趣 对吧 大阪城 新栽桥啊 然后摩天轮 以及如果你 纯是玩和购物 好 环旭颖城 再加新栽桥 道正觉啊 纯加玩 再加什么 再加吃 对吧 最后啊 道正觉啊 好 那么大阪呢 为了推动观光旅游啊 发行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卡 叫做大阪周游卡 那么这个卡是大阪 为了促进旅游发行的一种卡 分一日卡与两日卡 那么它的卡的特点是 在一日或两日之内 可以免费的乘坐地铁和公交 并且可以免费的进入到28个景点 来进行旅游 所以如果啊 大家买这个这个卡 你对你的路线形成安排 做精确的安排 那么你的这一个卡 或者是这两个卡 就足够用了啊 足够用了 所以非常好 那么在哪里购买呢 可以在啊大阪的这个啊 凡是地铁站的那个窗口 或者是煤田地区啊 你们也可以购买 那么大家如果有更详细的旅游攻略 你们可以去网上去查一查 说大阪周游卡 告诉你在哪在哪买啊 网上都可以查到 好 那么我们啊 这个今天就讲解到这个地方啊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啊 这个大阪这个城市 讲了很多 希望对大阪啊 的这个旅游啊 能够有所帮助 所以呢 大家可以加一下 我的个人的公众平台 里面有更多好玩的 日本历史文化的介绍啊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啊 大阪之行就到此结束 我们在下一个城市再见 我们下一个城市再见